一首经典山地情歌《冷冷的心上人》 立刻就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 作者在当时不为人知 但经典的词曲旋律 后来由歌手沈文成唱红 成为当代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想你也难 想你也痛 还算你是我的错 《快知人口》的部落情歌 还有另一首《妹妹的喜帖》 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在二十多年前红遍部落大街小巷 至今仍有不少翻唱或改变的作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两首歌的原作 是来自屏东马家乡的 台湾族歌手卓雅麦 这首歌的歌手卓雅麦 是来自屏东马家乡的 这首歌的歌手卓雅麦 是来自屏东马家乡的 那首歌手卓雅麦 那时候我就请我做卓雅麦 打档那种 打档那种 然后买了 买了 买了 我会忘记是米弦还是什么 反正有买酒 就逼逼在那两体这边 开了酒那边喝啊 喝了几杯 然后就想到 哇拿到那个人的喜酒 然后遇到好难过啊 诶 刚好雨月亮 我说干嘛月亮那么远 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喝闷酒 搞什么东西啊 那种 所以这首歌是漂亮的 学心的衣着打扮 如果手上没有吉他 可能就会认不出雅麦歌手的身份 但只要他开口唱歌 就会立刻听见熟悉的 部落情歌曲调 仿佛时间回到六十年前 民班歌谣和民歌当道的 那个年代 我是觉得这种风格的那种 会让我觉得 会比较强烈啦 那个味道 不要说 听起来不像上帝哥那样 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 在雅麦出生之前 副植辈们就被国民政府 从旧马家迁到三河村开墾 偌大的芒果园 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在早期务农没有娱乐的时代 父亲收藏的音乐卡带 和一把吉他 成为雅麦最好的消遣 我没有办法唱 他唱掉了 以前没有那个嘛 没有网络也没什么 抽屉一打开就是那些日本演歌 什么高联风 飞雨军风飞飞那种的 以前没有娱乐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3D录音带 这个蛮特别 就用录音带这样子 倒带又快转 倒带这样 一直重复听啦 而且那个好玩的地方就是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乐趣 就一直 一个很奇怪的和弦 在那边刷刷刷 就一首歌就结束了 简单的这样子 以现代来说 雅麦是创作型歌手 而比起演出 他更热衷于创作 歌词灵感大多来自于 生活情感的抒发 旋律则是从听过的 林班歌和名歌中揣摩意境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嘛 然后从里面去找元素这样子 或者是把你自己想象成 那个时空的人这样子 然后那首歌的情境就会出现 就喜欢一些国语老歌啊 假如写播上面有一首 类似鄧立军那种国语老歌 也可以是蛮有趣的事情 我就假装 那个鄧立军曾经有在那个 185的写播音乐记 上面有唱过歌这样子 我用那个去假想 然后就花了一两个礼拜 去听那个年代的歌 把自己融入那个时空嘛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会 欸 好像 好像那样子 翻开歌本 冷冷的心上人 妹妹的喜帖 都是过去雅麦以个人经历 创作而生的歌曲 但是早期歌红人不红 歌曲还被音乐公司抢去 导致雅麦始终没能把歌曲 给登录创作 有这个歌 当时盗用的老板就说 沈文臣你怎么唱我们公司的歌 沈文臣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在互相不好意思 互相干嘛 怎么都没有问问过作者 就是马夫眼嘛 就是说老板我的歌 怎么没有写我的名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下一次给你补上去 真的不好意思 哪有 因为你也知道原作民 几杯黄汤下度以后 就会就 那个有没有那首歌 有没有那首歌 是我哥哥是在哪里 在哪里做的 还什么什么之类的 屁啊呀 什么是作者 不可能不可能 我这天啊 我这个真正的作者 我怎么那么多版本 我变成不敢承认了 有时候我怕人家说 这个假货之类的 但是屏东的那些音乐人 都知道了 尽管早期创作没被认证 亚麦也没有停止写歌 反而持续累积创作能量 在2019年和2021年 和屏东五余工作室合作 融入母语歌词和乐队的伴奏 先后录制专辑 185上的蓝调和部落菜车 其中部落菜车专辑 还特别以菜车巡回的方式 到屏东台东等部落演出 为的就是希望 音乐可以像穿梭在 原乡部落的菜车一样 更加贴近部落族人 情怀吗 我觉得是懒得很上口 就是可能是每逢过年 或者是我们青年聚在一起 或者是长辈 都会唱到的一首歌 所以有时候 我们就是原住民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欢乐 好像就是可以把这些歌拿到 就是大家 就是可能 在聊聊天啊 然后 唱唱彼此的生活的时候 拿出来的歌 对对对 我们就觉得像这样很生活化的歌 对对对 包括内容应该也算蛮生活化的 对就是没有压力 就是很直接 对很直接 然后让人家明白这样子 对 对啊 不然用录的 不然你这 你这叫一个demo 我去找牌子 这样比较快 嗯 你看第二次唱的是对的 但是还是录给我好了 没有 我一下算牌子 没有算 我现在就要录完了 那你就直接给它对就好了 不是 是 是 用科技嘛 黑科技啊 不能老是靠科技 也是要靠自己啊 啊 来吧 好 来到录音室 这一次录制的 只是部落传唱的足语老歌 但对于一把吉他打天下的雅麦来说 要配合新的编曲和伴奏 显然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制作人吴蒙惠 试着为雅麦的歌曲融入不同元素 像是一把五项的蓝调专辑 就是部落蓝调碰上外国蓝调的新尝试 改变演唱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却也是增加听众的好机会 都写在本子上面而已啊 就是记录在他写歌是写在本子上面 那如果没有人帮他收集 整理这些歌曲 然后然后把它做出来 其实那歌可能就被埋目起来 当然有些歌 有些人还是有听过 但是他很多创作 其实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记录下来 你没有去传递 你没有去散步 其实不会有太多人去做 有时候是要让他去感受 跟去接受他习惯以外的东西 不然他很有可能就是会 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面 不会去突破 那我有点逼他的意思 就是逼着他去做一些 他可能平常不会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希望他做出来的东西 不再仅限于某一个小区块里面 去愿意去听的 我是希望更多 比如说 除了原住民这个族群以外 可能会有一些闽客的族群 或者甚至外省的族群 甚至一些新住民的族群 会想要听他的歌 透过不同的音乐呈现方式 或许可以有一个契机 让别的族群 不可能去听到这些的人 有那个契机去接触他 我喜欢唱歌 那个舞台上面 我比较没有办法 但是我是很不想要出风头的人 但是又要注册 就变成很矛盾 有时候还是要去迎合工作室的 说你该怎么去搭配 这样子 不一定完全是我的意思 就是不要 那个方向不要太偏这样子 今天呢 我们的画会 监于羊麦185大乐队 在这边上的第一次 同台表演限定的演出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原住民的音乐 碰到客家的音乐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非常非常重要 有爱温流离 都不应一条心 爱大乘客座 从温一波流流 雅麥歌的創作這個核心跟主軸的話 搭上傳統的客家三歌其實是非常的... 就是是我那時候有在嘗試加入所謂的客家元素 還有就是我們等於是原住民的... 排灣語的詞跟客語的詞去做搭配 因為已經開始慢慢的有出現叫世界音樂 所以世界音樂就是等於代表這個國家 可能代表這個民族 我覺得我們台灣已經開始慢慢進步在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應該大家要再繼續努力做可能有相關我們文化 我們原住民文化的音樂 可以把它推到世界級這樣 這邊是...這邊是...部落是哪一個部落 海路 海路 那這邊是你的...誰在... 對於歌曲 雅麥沒有想得這麼多 有時候他會回到馬家舊部落 看看母親以前的家 部落是他音樂的起點 而歷經歲月的沉澱和親人的離別 他對歌曲創作也有了更深的體悟 是風紅的秋天 我有一頂年紀以後 我寫的歌都是比較那種 不是愛不愛的那種的 我有一頂年紀以後都是寫一些什麼 馬家鄉情歌 寫播上的情人 席緣 還有那個原鄉出外人這樣子 不會說時代變了 這種吊吊的歌不見了這樣 希望寫出來的東西能夠讓聽眾覺得 聽起來溫溫的這樣子 就像喝了一杯很溫暖的茶 喝下去又覺得就舒服這樣 雅麥說 真正能觸動人心的歌曲 只需要簡單的詞句和旋律 這也是為什麼他總是喜歡唱老型歌 在流行歌快速更迭的今日 不妨來聽聽看雅麥的歌曲 也許就能找到觸動心看的那一首部落情歌 甜蜜自衞在我心裡 一個人 quais念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